跟大家分享我們這一次使用3MH film的後續判讀 很剛好我們在星期一做完按照手冊的說明 我們在48小時之後正負兩個小時要進行判讀 剛好遇上了2014年1月1號 因此阿源就跑到實驗室先幫大家用掃描器把它掃下來 因為這是放假時間沒有人會過來 我們在進行相關的判讀活動 其實阿源也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使用Scanner以後我們用ImageJ沒有版權的軟體進行判讀 不過這個是比較後來的事情